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在圣诞季里面 我们好渴望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 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好东西 好东西跟好朋友 分享那个好东西就是福音 福音是好消息 什么是好消息呢 就是人的一生其实是一个抉择 人的一生不会只停留在 我断气那一刹那就结束了 我们华人喜欢讲 未知生 焉知死 那意思是说死太虚飘渺了 可是我好好过好这一辈子再说吧 我何必去搞那些东西 因为那东西根本没有人知道 死以后究竟会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所以不要去想那些东西 把这一辈子过好来吧 未知生 焉知死 我怎么好好过这一辈子都还搞不清楚呢 哪有时间去想将来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我常常想如果这句话反过来说 未知死焉知生是不是另外一个逻辑呢 就是说如果我不知道人生的终战死亡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这一生要怎么过日子呢 如果我不知道我生命的那个 如果人生是一场竞赛 我在这一场在这个跑道当中 如果我搞不清楚我应该往哪里跑 我的那个终点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我这一生要怎么跑呢 我要怎么预备呢 我怎么样往那个方向去呢 如果 如果人人都有意思 人怎么可以假装不去面对这件事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欢面对死亡这件事 可是这件事情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碰到的 一定会碰到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从创世以来 没有一个人没有面对这件事 那么我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呢 如果照着圣经里面说 人生有两个不同的结局 而那两个不同的结局 是看我的这一生怎么过日子 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 一个人有钱的人 一个很穷的人 一个奢华艳乐 但是另外一个人生命真的惨兮兮 然后他们都死了 死了之后 一个照着圣经里面讲到说 那个人进到亚伯拉罕的怀 那意思就是说进到乐园里面去 在那个乐园当中享受福乐 另外一个人却在阴间 在阴间里面受苦 如果人世间 如果人世间真是这样 我想我必须搞清楚 人生的终战是什么 我才能够弄清楚 我这一生要怎么过日子 因为我这一生所有的过日子 是为了在终战的时候 不要走错事 不要搭错车嘛 不要搭错车 如果我搞不清楚 这两部车子 人生有两条不同的路 一个 一个往高雄去 一个往基隆去 一个往北平去 另外一个往上海去 如果我不搞清楚这些 我搭错了车子 结果后来发现 我本来要往北区的 后来往南去了 我怎么可能说 没关系 我反正搞不太清楚 不要去想它 一定得想的 因为如果不想清楚 我到底是要去北平 还是要去上海 我到底是要去基隆 还是要去高雄 如果我不想清楚 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要买什么票呢 未知生命的终战 我怎么知道 我这一生要往哪里去 我要怎么样一步步 往那个目标去走 预备好我自己 不会搭错车呢 这段圣经里面倒不是说 因为那个人有钱 排富 大家就瞧不清楚 那个有钱人 因为他有钱 所以后来他的硬间受苦 因为这个人穷 所以后来他在乐园里面享福 不是的 那个这两条路的抉择 不是有钱或者是没钱 这两条路的抉择 是在他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做一个决定 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生命里面 那个宝贵的爱的恩典 好像我们在这一系列 第一天和你分享 圣经里面讲到说 神爱世人 甚至把他最宝贵的 独生子 耶稣基督给我们 你愿不愿意 接受这个恩典 他爱你到一个地步 把他最宝贵的给你 你接受这个礼物 你就得着一个祝福 进到那个恩典之路 祝福你走向那条恩典之路的祝福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